哈喽,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蜜亚太世界 说到我们生活中,作为常见的动物,山羊应该算是其中一种 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朋友,各是对山羊不陌生 他们都曾经见过山羊在铺上吃草的景象,像极了一幅画 虽然我们都知道山羊性格比较淘气,爱跑爱跳,经常爬到很高的地方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山羊居然可以爬到树上去吃草 可是在非洲却偏偏有这样一种山羊,它们却有上树的能力 只是让人大开眼界,如果不失去眼见过,还真没有人相信 据了解这种山羊主要来自摩洛哥,它们之所以会爬树并不是天性食然 而是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,大家都知道非洲的气候比较特殊 根本就没有多少植被可以供山羊食用,所以它们只能想办法自己获取食物 而树上的叶子是唯一可以获取的食物来源,如果吃不到叶子根本就没办法生存 所以久而久之,山羊就锻炼了可以成功上树的本领 最后吃到了新鲜的树叶,这样的生活习性也逐渐被延续下来 更让人预想不到的是,山羊一旦爬到树上并不会摇摇晃晃 而是像扎根在树上一样站得特别稳当 就算偶尔遇到一些树木晃动的情况,也不会给山羊带来任何的影响 看到这里,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震惊呢? 即便是人类爬到树上之后,也不一定比得上眼前的山羊灵活自如 而且这次山羊除了成功获取食物之外,还能够站在高处 随时观察周围的动态,一旦有天敌靠近可以在第一时间逃跑 果然是成金了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,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